5 stun stun Hey, Philadelphia 我是戰rico Super Dad 那今天做我們的 Elmo XC 不過這次是真正介紹單卡 上一次我還介紹過敵人 的王牌 那這次講真正的其中一個敵人的王牌,那就是 王將幕 好啦 所以我要介紹這個卡 Perquè盒就是 來吧!阿姆套Dragon 級7! 有些人叫他是裝甲龍,算了,我叫他武裝龍 武裝龍在GX片呢,是王莊姆所擁有王牌的 王莊姆還在跟時代繞去 不過這次是說一個切磋武藝來的 就是北方學院跟Jetong學院,進行Jetong 這本部學院他拿出傳家之寶來的 送給觀眾朋友大贏的時代 真的,我希望有學校舉辦這個活動 遊戲王啊,Fengard啊,在學校舉辦這個活動就好 這樣子的話有氣氛這樣子 不過學校給你沒收你的卡就有份了 我最怕是學校老師,沒收你的卡直接 我都怕 我都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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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裝龍發行的Groo 他也是跟黑龍一起的 他們也是屬於Lv.1的起重機 首先是武裝龍Lv.3 首先是武裝龍Lv.3 當機的準備戰戰時候送去目的 從手牌或者是卡組裡面 特招武裝龍Lv.5 武裝龍Lv.5 從機的手牌怪獸卡送去目的 如果對方怪獸卡是跟著對手的怪獸卡 這樣是有一張才會發動 如果用這個效果把怪獸封去目的時候 跟著攻擊力以下的卡對方破壞 這個卡戰後破壞怪獸的回合時候 把這個卡送去目的 從手牌或者是卡組裡面 特招武裝龍Lv.7 武裝龍Lv.7 這個卡不能特招 從手牌怪獸送去目的才可以發動 因為有送去目的那隻怪獸封擊力以下 封擊力對方掌上所有怪獸破壞 你鞋他不夠不用緊 你要用武裝龍Lv.10 武裝龍Lv.10 武裝龍Lv.10 這張卡是不能通常召喚 把自己廠商擁有的武裝龍Lv.7解放 才可以進行特招這個卡 可以選擇一張手牌送去目的 對方廠商表示存在的怪獸全部破壞 這個卡有點類似很像 我們介紹他相關系列卡吧 我可能沒有介紹那些魔法卡 因為我要省時間 選化武裝龍 這個是一張捕怪來的 黑暗武裝龍 這個卡不能通常召喚 自己的目的有暗屬性的怪獸 只有三隻才可以進行特招 把自己的目的一隻的暗屬性移去出來 自己產生一張為對象才可以發動 但這個卡破壞 武裝龍強氣寶 這個卡破融合素才為 P2C加上武裝Lv.7 自己對上上級的全部卡 可以得數召喚成功 把自己的廠商或者目的 這個卡是一定要用廠商或者目的 才可以進行特招這個卡 不需要融合卡 以這張卡效果去存在時 這個卡存在怪獸去存在時 對方不能出外自己 對方的卡同名的效果才可以發動 對方的卡同名的效果才可以發動 對方回合一回合一次 從掛索或是額外卡組一張卡出來才可以發動 對方的卡在場上目的和卡全部移去出來 即滅龍黑暗武裝 一回合一次 自己的目的有暗屬性怪獸 在自己廠商的五星以上龍族的暗屬性怪獸 上面進行來重疊XYZ 這個卡一個超亮素材的話 對方一張對上才可以發動 那這卡可以破壞 之後自己的目的選一張移去出來 這個效果發動後 回合結束不能攻擊 武裝龍閃電Lv3 它的效果 這個卡名只能用2跟3的效果 一回也死了一次 第一個效果 這個卡 場上或者是目的 存在時當成是武裝龍Lv3 這個卡 手拍一隻怪獸送去目的才可以發動 場上卡也送去目的 從手拍後是卡組 五星以下武裝龍特殊召喚 第三個效果是 這個卡讓龍族怪獸發動效果 說送去目的時候 這個場合 從自己的卡組 武裝龍閃電Lv5 也是一樣 2跟3只能使用一次吧 不啦 它也是一樣 也是名字叫Lv5 它第二個效果也是一樣 只能用Lv7 它可以跌回Lv3 或是Lv7都可以 那第三個效果就不同了 龍族效果發動 才可以發動 送去目的才可以發動 這個卡讓龍族發動時候 送去目的才可以發動 從卡組一隻 五星怪獸以上 封屬性 加入手排 武裝龍Lv7 它也是一樣 不過這個卡是特殊Lv10 它第三個效果前面也是一樣 只是後面效果就不同 從卡組一張武裝龍 加入手排 武裝龍閃電Lv10 它的效果就不同了 不像前面那三個一樣 這個武裝龍Lv10 它跟萬戰木喜歡的狗狗仔一樣 十百千萬戰木散電 它效果一定要有武裝龍特招時候 才可以發動這個效果 一 卡名為武裝龍Lv10 可以使用 十的話 這控制也不能更變 一百的話 不會戰鬥破壞 千的話 對方會有一次 把一張卡 手排送去目的 場上其他卡 作為對象才可以發動 那張卡可以進行破壞 自身攻擊可以增加一千 那萬呢就比較難一點 一回合一次才可以發動 場上其他卡全部破壞 哦!還有一張卡 是死卡很久了 叫做 武裝龍Lv10 白 這卡不能通常召喚 這卡 這卡 一回合使用一四八 而且等幾月十時候 自己產生或者目的啊 名字叫做武裝龍 叫做武裝龍啊 怪獸卡 遊戲出來才可以發動 從手排特招這卡 之後 中卡組裡面找白獅子 依教的手排 第二個效果 這卡控制者 受 受效果傷害成為0 這卡 攻擊傷害步驟開始發動 選擇一張卡 破壞 不知道為什麼武裝龍是一個補助耶 我們看一下他的成績吧 萬戰木對一時代的時候 他又特殊爆風直接破壞 那第二次萬戰木啊 又在弄武裝龍Lv7復活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 英小假之扣他的攻擊力 接著就交換火焰一人燒到他 所以又再輸多一次咯 還最近看看 對戰時候啊 武裝龍一下子回去卡組裡面 然後又馬上送去目的 又算輸了一次 他另外一場也是復活多一次 黑水軍堂的女的啊 又跟他愛的抱抱馬上輸了 第三次是跟賽王啊 賽王他特地使用這個塔羅牌方法來下萬戰木 所以他就認輸咯 接著是明日香跟他決戰 萬戰木第一把武裝龍變成白色時候啊 可以打贏明日香 最後是跟愛的對戰時候啊 他最後是用Final D跟武裝龍流失 因為剛好攻擊一樣啦 所以打得平手咯 攻擊來算 七戰一身五敗一拼 我看 我覺得武裝龍版比較適合他 因為 油成白色啊 比較強一點 以上是武裝龍的講解啦 好啦 影片到尾了 如果你超越終極無敵 希望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LIKE 給我看 如果你是新的觀眾請記得按SWK 如果你看到小蠻靈 你也按下去 以及下方留言給我 謝謝 放心這個五個反射不一樣的 如果他真的也是你跟我講 我只要用武裝龍整個系列 對付他就可以了 沒有講笑罷了 好啦 等待我們新影片就到 Ciaos 嗨 這不是廣告也不是業配 這個是我要通知你們大家 要加入我們的 遊戲王馬來西亞區的交流區了 我們在那邊可以吹水 在那邊聊天 或者是 放心這個是免費的 只是你要有興趣的遊戲王 就可以加入 不過你要切記注意 你要確定等這個幫助 加入你才可以 好啦 到此這裡 掰掰 來吧